欢迎你继续收听 风起龙城 作者 艺介 演播 蓝月蒙面俠 鬼池 第317章 做 在二楼里面 老黑对眼钉紧主楼方向就覆了 好错 响了一枪 苏天鱼停了一下 然后立刻就回答 那你的人呢 多久才到处 已经在附近的了 那你都动了 听着了 你现在的任务已经变成了保护老头之间的安全 明白吗 知道了 老黑认了一声 直接吸断电话 转转头对着灯泡就吩咐 我唱做事 和小喜报点 那这个人怎么办 灯泡指着沙皮 老黑蒙出刀 护底身蹲在沙皮旁边 动作很爽手的 两刀 直接就挑断了他的脚筋 留个伤口了 说不定有用了 丢在这儿吧 说完 老黑急急的脚就向楼下冲过去了 在赶往贵家大院的汽车上面 有危险点摆了 我的人已经进去了 你的人到不到现场 老爷子都会有危险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对面可以看得清楚 我们有多少牌 但是你却看不到他们有多少牌 你明不明白 老爷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不关你牌的事 你现在提前暴露 动了手 一旦贵猛虹走了 你最多只能够按住那些抓枪办事的马仔 而他们知道那屁 为什么贵猛君要躲起来 那是因为他想看清楚家里的情况 但是你如果先反应过来了 那谁都知道他没死 你明不明白 不行 我现在必须要 你别跟我说话了 我跟你说不通 你立刻叫贵猛君跟我打电话 就现在 你的决定 炮哥 我都是你们的合伙人 现在大家的风险是一样的 你们必须要尊重我们的意见 我已和贵猛君通话 十几秒之后 贵猛君的电话打到了苏天宇手机上面 你是什么意思 倒一波 放线 在贵家大院里面 鲁克乱低个身 靠近了别墅之后 立刻从腰包里面扔出三角巾 绑在一块面上 邓炮 我进去 你在外面压点 邓炮拿着一把自动步枪 蹲在墙壁的边缘位 听了三秒之后就覆了 右边 停车场 来我们这边 有六七十米左右了 应该兜过这栋楼就可以见到的了 鲁克乱出了摺跌式微型冲锋枪 一窗托直接就凸碎了别墅旁边的玻璃了 动作很爽手地翻过窗台 乱是小气了 车要入来了 收到 灯泡拿着枪向侧面移动了 直接用前空挂着的电话 在社交软件里面开了群聊语音 而且将耳麦插在游椅上面 为主 在别墅西面 还有不到一公里 已经开了火了 直接入院了 向主建筑方向移动 按照正常来说 门口肯定会留着宝刀的 你们留意一下 收到 小气覆了一句了 两个人结束了通话 耳麦里面瞬间就传来老黑把声了 灯泡 我这边可以从楼里面穿过去 你先开枪 压点 暴露火力 灯泡听完吩咐之后 两只手握着枪 获了老命地在别墅的侧面 向停车场就兜过去了 而在室内 老黑急急地飞跑 连续穿过两条走廊 这样才走到了离枪声最近的窗口 这个是别墅一楼的一间客房来 老黑护地身蹦下 两只眼通过窗口向外面掃过去了 这阵时在停车场的附近 六七名穿着收垃圾制服的男人 正是握枪攻击着左边的车辆裙 老黑注意到贵家的老爷子就在那里 他旁边还有四个人在握枪保护着他 观察完现场 老黑站起来打开了室内的窗口 转着身站在墙墙的后边 静静地在那里等了 三秒之后 等跑从别墅的侧面冲击了过来 探出头 浪起了自动步枪 调整了单点模式 邦邦邦 三声窗响 对方一名男人中枪就倒在地上 一个人受了伤 躲回入掩体里面 他呀 还有人 从后院过来 对面的枪手大喊了一声 提醒那些同伙 开大火 咬一下 老黑就是团队的大佬 他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情况 立刻就吩咐了一句 登炮偷窄得手之后 立刻就开自动模式 开枪压向对面 咻 老黑借着这样的机会 立刻翻身跳到窗口外面 两只手握着窗 横扫对方枪手所在的位置 什么是职业杀手 老雷公 这就是在做事之前 可能要准备三日 三十日 甚至是三个月 但是真的到拿枪来队的这几秒 你就必须要顶上去 如果不是说什么都是浪费的 老黑的打法異常着凶残 两只手扔着枪 直接就掃到弹夹里面的子弹 火力出现了空挡 已经换完弹夹的灯炮 立刻就顶得上来 咔 突然一声枪响 正在射击着的灯炮 被对方的亡命徒偷了一枪 大被飙血了 身体摸下摸下地中了在地 对方也不是流的 施家就已经摔了两祸了 那这次派来的人肯定都是精英 不过灯炮熬了一枪之后 并没有立刻回身闪避 而是咬着牙跪起了个身 向着偷襲他的那个人附近 继续搜射了 我顶你这个快点啊 这阵时必须要押住啊 如果不是老黑倒了 那顶他的任务就结束了 钱去哪里拿啊 两秒钟之后 老黑急急地冲进了车辆裙 立刻就很谨慎地 才叫了一句了 没开张 少数的空降兵啊 桂盲精听到就问了 你们还有多少人啊 有多少人都要走 炸枪的顶上去先 老爷子慢慢向后退 快点 一部越野车 呼啸着开到了 小喜坐在一部车上 掃了一眼贵家的门口 但是却没有见到任何可疑的车辆 后座的人就问了 哎 为什么没有捕到的 怎么可能啊 他们就听到枪声进去了 小喜福言一句 劣着枪树就渴了 听他的祭啊 枪声一响就有数入袋了 吹他就滴走三十万 各位兄弟 狼死点队啊 将金主的富郎炸干堂他 好了 老黑这边的兄弟就杀到了 双方这魂是短兵相接 而桂盲雄那边 肯定还有增援来的 这场仗都挺难打下的 各位抹一下耳油啊 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你继续收听 风起龙城 作者 艺介 演播 蓝月蒙面俠 鬼池 第三百一十八章 脱身 桂家大院的正门 一部越野车速度极快地冲着进来 小喜我高头看在眼前面 看到还有两部车 也都向着主楼的方向赶紧过去 这个就肯定不是自己有些车来了 所以小喜第一时间在二米里就叫了 赫哥 有人过着啊 你们难不难倒啊 可以 难得倒 他们离我不是很远的 换个打法啊 小喜拦着对面支援部车 灯炮去后面开车 接应老头子 甘主崖撤退 那就撤了 我脚中了招啊 行动受限 但是可以开车 尽快啦 两个人沟通完 灯炮转身就跑回去了 而小喜就是催促着司机就开了 斜子来开啊 你由哪个角度啊 我们 司机的那手车就很老辣的 再次将部车提速之后 车头是斜着向前开过去的 灯头 小喜带着三角巾 握着枪 将上半身 拌出了车枪了 而与此同时 在后座上面 也都有一个人 举着枪 探出了身体 老黑的这个团队 配备是比较均衡的 不是所有人的枪法都好 也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突正面的 就比如在火葬场 监视涉平安的那个兄弟 他就主要负责 踩点看水 几乎就不会参加正面的冲突 除非是团队被人困死了 大家都出不了 他才会动手的 两个枪手探得投出去 在车身移动的过程之中 手臂好稳地扔着枪 对着前面的车辆 就勾鸡点射了 这件事是在外地做 所以在老三角这边的熟人 是搞不到RPG这种 杀伤力比较大的武器的 毕竟这边就是一桶区 虽然贩卖军秘密资 但是这些东西 就很难流入到社会之中 枪声澎湃地响起身 前面两台车的车尾 被掃到碎了 轮胎都爆裂了 加速 小喜收了枪 立即就开了 不打完 靠过去 我和镇光 正面直接动它 要不然是硬不住的 司机听到声 再次提速了 前面两部汽车的轮胎被打爆之后 车速已经降下来了 而且车身还跑偏了 越野车压了上去 距离对方不到十米之后减速 小喜和后面那名玩枪的男人 都还没等车身停稳 就拥门冲了下去了 对着对方车辆拉开角度 万计 而且是一万到底地疯狂掃射了 在贵家别墅 以及工作区域的人 这阵时都吓得呆呆声 猛的叫 他们是何时见过这样的阵仗的 这里就已经稳定了 快要二十年了 民众的心理素质 肯定就和龙城那边 是没得比的 在两层楼仔的附近 邓炮已经跑回到面包车上面了 他第一时间踏着一部车 单手压着方向盘 又开回去别墅那边 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之中 邓炮单手从腿包里面 翻出一个 大概有成人手指弓那么大小的 银白色注射器 光头露邓炮 用嘴咬开了银质的封口 摸出针头 直接对准了自己腿部的伤口附近 就刺了下去了 针头破体 灯泡咬住牙 将注射器里面的药物打进去 接着用左手的手肘关节 操控着方向盘 试开沙步 单手垫在伤口上面 都不花15秒 伤口减痛 止血封口 就在汽车行进的过程之中 就做完了了 停车场的附近 一声爆炸声响 老黑左边的车辆 被手楼弹震得车枪碎裂 那些火哄哄声就飙出来了 他翻面 背脊都被那些玻璃碎渣画伤了 倒在另外一台车的后面 他滚着眼睛对着桂盲精他们就渴了 拿去角度啊 不要聚在一起啊 桂盲精他们立刻就回了 他们比我们人多 压绝了就出不了了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候 灯烂一发声响起身啊 我来了 是眼线开枪的地方 老黑听到声 立刻对着桂盲精 以及已经退到很后边的贵老头子就叫了 撤啦 撤出去 桂盲精复了一句 你开枪啊 我们起身 老黑调整了一下呼吸 猛然蹲下弹起身 从车尾部就串了出去了 斜斜地扔着枪 瞬间就勾鸡了 装弹量三十发的摺跌微型冲锋枪 在这个距离之下的爆发力 是異常之恐怖的 那些子弹好像落雨那样 向四周围撥射 老黑就大叫了 走啊 哟哟哟 斜家带头的人心态都爆炸了 破址的街 鬼猛虹怎么搞的 对面的人都找到入院里面 他都不知道 人家来得糟糕过我们 那还打掉帽啊 老黑迅速地撤了出去 凌转身向着面包车方向就跑过去了 而且立刻就用二米就叫了 小喜 走啦 人走得 车走不了了 小喜额头都飙了汗了 对面两台车被逼停了 落了来六七个人 和我们捏到实了 人走啦 车不要啦 那会合还是单走啊 我们不停得 没时间接应 你们自己撤啦 收到 小喜应了一声 立刻对着自己车里面的人摆手了 车里面的人即时就省水了 四发烟雾弹扔了出车外面 等烟雾一起 众人掉头就走了 在后院 老黑上了面包车 窗口指着涉嫁的人就开了 一日在色纳罗亚文亚母 就这样啊 一碰就碎的 我慢慢开 等你们赶我啊 说完 老黑拦开车门 对着灯泡就吹了 走吧 面包车开走了 老黑顺着倒车镜掃了两眼 看到对方竟然没有追上来 也都没有受击啊 在车里面 桂孟精就问了 去哪里啊 金主说去你那里啊 桂孟精走着眉头 我那边没有多少人啊 太突然 没有准备到啊 就是因为没几多人 所以才去你那里啊 在后排上面 鬼老爷子 剧烈地吐着大气 但是面上的表情 就没什么惊慌的 听他 去你那里 好 桂孟精吞了下头 在去往桂家别院的 一部越野车上面 涉宝来 还热烂烂的骨灰盒 静静地摆放在车辆的后排上 涉平安 拿着电话就开了 我扑你阿摩 这些幻的 对面给我们的人 还要早入院 你搞什么呀 女影外合等着 打我的人是不是 鬼猛虹细小声地喝了 那批人 应该是老头子 提前卖服好的 他走了 那怎么办 你们还要多久才到的 至少还有十五分钟 但是我现在到桂家大院 已经没得用了 他们走了 龟猛虹咬牙切齿 龟猛虹咬牙切齿 这边也咬人 既然动手 今晚一定要杀死他 好了 龟老爷子坐了车 送人了 龟猛虹这边 一于咬死不放 这场仗还没收档 你续听下去吧 欢迎你继续收听 风起龙城 作者 艺界 演播 蓝月蒙面俠 鬼池 第三百一十九章 放线 放线 在面包车上面 鬼老爷子掩着心口 小小声吩咐 老爷子 和我家里面 老王打电话 叫他找机会 带着女卷去你那里 就说 我也会过去 桂盟精 明白了 在桂家大院 外面的行里面 桂盟雄坐在部车上 拿着电话 对着吴子梁就说 没搞定 老头只提前安排了人 走了路了 怎么搞的 准备了这么久 还会失手的 我都想不通 今晚的计划 具体细节 只有我们和涉嫁的人 清楚的 开始之前 我还叫人 在大院里面 扫了一圈的了 根本没见到可疑的人 我也不知道 对方是怎么知道 我们要动手的 而且时间还这么准确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这件事穿了 只能够做到底了 我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和泰家不同 内战就是你死我活的 现在我穿了 那我必须要整死它 我又没有穿到啊 我穿了 你也就来要穿的了 那还用想吗 那我在工厂召集人寿 是所有和我们走的高层 高管 全能顶他铺头呢 今晚就算不可以 做低老头子 都一定要逼供 等他下台的了 你快点挂一下料 老头子走了去哪 我们集合过去吧 好 还有啊 为了以防万一 你和泰家那边 你和泰家那边也打个电话 叫他们找人过来 今晚必须要搞个结果出来的 知道了 两个人结束了通话之后 贵猛熊吹速司机离开了 然后就和吴子梁迅速地调杂人手 在此之前 吴子梁就是不想穿的 更加不想切身地 参与枪杀老爷子的事 他是想着干干净净地 拿到好处 所以才跟贵猛熊一齐 疏洗涉家葡萄做这件事 转头等老爷子一死 他们再将这件事 向龙城方向一拥 那自己就一点骚髒骂踏水 都拒不住了 贵猛君死了 老爷子也死了 那么贵家就再都没有掌头的人了 到阵时 他们只需要串通贵家的其他高层 一起逼供贵猛精他们 那就可以完成散位的了 但是吴子梁就没想到 贵家大院里面 第一波集火攻击 什么东西都打他不到 反而还暴露了贵猛熊的野心 而对方如果穿了出了事 那他自己肯定也都没办法置身事外 所以现在就只能够一不做 余不休了 一通电话打完 吴子梁那些马仔 以及贵猛熊的马仔 还有刚刚接到电话的泰家 都已经开始集合人手 想要趁乱追杀贵家的老爷子了 大概在十五分钟之后 贵猛精管理的一家小物资工厂里面 面包车停下了 老黑南部下了车 拿着枪 对着贵猛精就吩咐了 老爷子不可以移走的 如果不是 他们一定不会信人就在这里 你统治院里面可以拿到枪的人 趁乱立即准备好 一会儿肯定要拨火的 知道了 贵猛精在仓促之间覆了一句 两个人谈完 众人就一起冲入大楼了 老黑再次跟苏天玉打了个电话 薛家的人也都一定会过来的 我知道了 你不用理了 在泰家 泰家的族长泰正康坐在沙发上面 眉头紧皱 十拿九稳的事 都还是搞不定 这个鬼猛虹 还是年纪太小 不成熟啊 在旁边 泰正康的大仔细细声地说 他不成熟 那说明我们更加有负他的必要了 泰正康讨了一会儿 不要等我们自家熟口熟面的人铺头 派你身边养的那些人过去 快点把那些事做好 好 大仔站起身 拿着电话就走到一边了 泰正康动着拐掌 眼神很复杂地说 船上连没有找到尸体 我总是觉得 有点不放心 再过了十分钟 鬼猛虹接到一个电话 喂 你说 对方小小声就说了 老头子就在路意的工厂里面 那里人不是很多 现在叫那些女卷都过去 知道了 鬼猛虹吸断电话 立刻就撥通吴子梁的号码了 人就在路意的工厂里面了 那一起去吧 几十秒之后 吴子梁手下的人 泰家的人 以及鬼猛虹仰的马仔 全部能开车赶向了贵猛虹的小工厂 同时 贵家支持吴子梁 和贵猛虹的造反派 也都离开了家 上了汽车了 这帮人的手下 几乎都是从五区边境线那边 网络的亡命图 他们都是黑户来的 一不是就是从五区那边 走过来的逃兵 一不是就是身上面 背着人命的罪犯 总之 在这边做事就是一点顾忌都没有的 而贵家 泰家 有很多不上台面的事 也都是交给这批人做的 这帮人 直接从小军工厂里面 拿了火器 细胸甲狼地 冲向了河内市南的郊区了 在开往贵猛虹工厂的路上 薛平安拎着头就在那里骂了 死得他 我真的搞他不明白 对面的人 为什么会让我们先进大院的呢 前面的汽车突然停下了 薛平安抬头掃了眼 干什么 在这条路的前面 蘇天宇坐在打横拦在路口的汽车里面 舔了阿嘴唇 对着老黑负责看东西的兄弟就问了 人就在车里面 是不是 老黑的兄弟直接就覆了 好 苏天宇直接吸断了电话 拿着一把雷明顿散弹枪 跳下车 举高手臂就叫了 小喇叭你不是找我吗 不是帮你儿子报仇吗 来啊 下车 玩啊 薛平安在见到苏天宇之后 彻底懵了 枪声炸响了 前面部车的挡风玻璃 瞬间就被轰碎了 薛平安一伸手 直接推开车门 扯着车里面的帆布袋里面的枪就开了 下车 我要摔死他 说话刚刚讲完 涉家众人全然冲着下车 就连车里面 还热烂烂的涉宝来的骨灰 都没人理了 与此同时 华区西林战区司令部里面 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 坐在古色古香的书房里面 正是在那儿喝着咖啡 小青龙拥门走进来 小声就说 那边确实移动 应该有泰家的人 就是对 贵家老爷只在别墅里面 亲自和年轻的司令发生了对话 他就说自己的儿子没死 而是泰家一手操控这些事 那位年轻的司令放下咖啡 铁身扬着眉头就说了 人死了 我没办法来 但是人还在那儿 那就是两回事了 欲我的人 还要在我面前做戏 哈哈 本土家族 有些当我没到 那你的意思是 年轻的司令眉头紧皱地摆了下手 阿叔 你带人去一趟城里面 我要等婆媳那边知道 我不是老一辈的将军 和他们眉来眼去熟口熟面的 我阿叔和大爷都已经退了 惊我 整区的我哪个都不识 曾经有一位能人 在第九特区成立了第一支 不受一区政治影响的自卫军 曾经有一位年轻的领袖 为了促成一统 令到最后的数亿华人 在东方崛起 也都和阿爸反过面 甚至远走他乡 曾经有一位将领 和吴皇爷联手 举手北风口 力了六十万入侵之敌 战到最后一刻 其挥下骨干 伤亡超过百分之八十 还有一个上将 曾经打出国门 将华人远征军的旗翅 插满南部战场 令到东方的旭日 正式升空摧残 他们都是一个人 他的名叫做汉宅浩 他死了之后 只留下了两个儿子 所以秦上皇也有说话 习我上将所有公分 还与两子之身 四十岁前 你应封皇 那上面讲的这些典故 应该都是出自于 第九特区这本书的了 在这里就预告一下 蓝月飞星社 受回星工作室的委堂 将会由一位主播 来演播第九特区这本书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上到假下 现在已经在陆寂之中了 希望大家也留意 去关注 这集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继续讲这场乱象 欢迎你继续收听 风起龙城 作者 艺介 演播 蓝月蒙面俠 鬼池 第三百二十章 街头乱战 在河内市郊的街道上面 涉加五部越野车上面 一共冲下来成二十几人 他们手里面拿着枪械 四胸夹狼 涉平安看见苏天鱼 眼泪都红了 如果最后一枪打死苏天鱼 我给他五十万现金 当场活足快一百万 回去提他做厂长 给我动他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仇恨 可以瞬间就令人丧失理智的话 那绝对就是涉平安 对于九六仔的粉痕 这个人不单止之前 派人绑架过他的大仔 而且还在龙城外面的山上面 追杀了他的亲侄仔 而今次涉保来 又惨死在对方之手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这个苏天鱼 就是涉加的黑星 专门搞涉加的下一代 而这种仇恨 就是没办法调解的了 更加是很难令人保持理智的 涉平安看见苏天鱼 眼泪都红了 他甚至忘了自己的年龄 和身体状况了 一马当先地冲上去 一边跑一边勾鸡了 苏天鱼站在一部车的旁边 和汽车里探出窗口的两个人 对着对方连续开了几窗 也都没压得着涉平安他们 对方今次真的眼都红了 那些人虚虚含含含地冲过来 恨不得立刻就把狗鹿仔剁到碎了 苏天鱼坐在车里面的副架位就开了 喂 不是啦 狗鹿仔 涉平安眼都红了 向后撤啦 退啦 退下先 苏天鱼拍了下车门 拉开脚就向后面走了 轰 那部车踏着了 向着涉加人相反的方向开过去 而苏天鱼就是一个人自己拿着这枪 顺着条路边缘的铺面路口 一路拼命地跑 涉平安带着人稀吁稀喘地在那里追 追他 追他跟我教死他 在河内市郊的三元街 桂家的物资工厂里面 老黑指挥着桂家鲁尔桂孟精的马仔 将前后大门全部锁死了 跟着退守到了工人宿舍楼里面 在厂房的安保室里面 桂孟精带着人从铁柜里面 拿出了十几把枪 以及型号好老的一批手楼弹 在门口那里 老黑看着桂孟精身边的人 语气很严肃 他们过多一阵 肯定会有人来 我们千万不要出去 就在这栋楼里面蹲着 还有 你们将厂里面 没有走的工人集合一下 关在一间房里面 防止他有耐贵 桂孟精露了头 知道了 老黑 裂了枪树 我高头就开了 灯泡 灯泡 在走廊里面 灯泡刚刚用一次性军用医疗包 将大腿里面已经变得型的弹头挖出来 而且用止血绷带 沙布重新扎好了 干嘛 你大人守着后门 灯泡走过来 小小声就问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一统区 干嘛这么乱的 警务单位的人听到唱声 不会过来的吗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出镜时间 尼卡 老黑鹿大对眼就开了 你傻的 你 这里是屎郊来的 距离边境线就十几公里 周围有其老美警务单位 而且 对面今晚够胆动 有巡警也早就安排好了 死得他 这个地方也是个犯罪天堂来的 既然年前不是贩毒 就是搞诈骗 纳纳纳纳的 灯泡我想了一会儿 你最好还是问问金主先 对面如果真的压过来 我们这几个人 要守得住 真是很敏碎的 我再联系一下他了 在物资工厂的外围 原先就等着 补刀的桂猛红的马仔 这阵子已经 全部赶到了这里了 桂猛红站在外围一处 废弃的连排平房附近 看着工厂里面的情况 拿着电话就吹了 你们还有多久才到的 吴子梁就回覆他了 马上到了 五分钟了 那泰家的人呢 他们也都快的了 但是泰家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可以 稳住局面 他们就不动手了 毕竟 桂家还是和华区 有些关系的 他们不想 那就不要等他们这些人 到了最动手 你来了 我们就进去 说完 两个人就结束了通话 在河内市警务总署的办公室里面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 坐在处长张椅里面 尾头紧皱地喝茶 房门被拖开了 一个挂着副处长 警衡的中年 走进来 对着座椅上面的一把手 摇了头 文来市长 泰家的人 刚刚就 文来总署长 掃了对方一眼 挨他们快点教 这个不是 警务署一直没反应 有些说不过去的 毕竟 桂家和华区 总是有一些关系的 我们骗在一边 不可以骗得太明显的 是啊 我已经转述了你的态度 那个中年停了下 胡低伸坐在办公台旁边就问 那今晚的窗案 文来短暂地想了一下就说 从五区 偷渡过来的月景凡 持枪杀人 那个中年眼神一领 这个说法好 谁都挑不出问题了 在第二火拼现场 素天愚 伺着自己身体素质爆炸 右手拿着枪 一路猛地跑 已经就横穿了两条街 后面的薛平安他们又跑得气恶气喘 其中一个年轻小声就说 我确定的 我确定的 来老 我这里的衰小 跑得这么快的 追追追追追不到 我确定的 傻平安 然后就开了 我说没车了 没车了 没车了 还没开过来吗 在后面 涉家停车的路边条行里面 大白 苏天蓝 孔正辉 等七百个人 拿着刀枪 突然之间就冲出来了 孔正辉一枪就弄碎了 头车的静架洗玻璃 一摆手就开了 撞他们 嘻嘻嘻 众人从三个方向 发发声地冲上来了 哎呀 你说多久 刚刚走回来 准备开车追的司机 立立连接家人 拿起手枪 不停地对着对港机 就狂喊了 喂大哥大哥 后面都有人来了 我们被人拭绝了 接着在孔正辉 身边的一个中年 双手捧着自动步枪 连续对着车里面 就猛地压 压制住里面的司机 大白他们一拥而上 在四个角围着汽车 隔着车玻璃 对着车内就猛地了 追 我等你追啊 大白硬高着脚 他也都不在车里面的人 闭上眼就一通乱地掃 十秒钟之后 五部汽车里面的司机 被打死了两个 打伤了三件 大白换好弹夹 指着车里面受惊的马仔就渴了 冷车 车门弹开了 肩头中弹的马仔 直接就中嵌了出来 而大白向车里面掃了一眼 突然间 看到有个盒仔上面 挂着一张黑白照的 在前面街道的行里面 苏天宇扶着插在电话上面的耳机 就问了 做什么 老黑喝了一声 有人来了 我们去拖延时间 还是直接动他 直接动他 怎么打狗狼死就怎么打 好了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下一集还是很精彩的 这场乱战 哪有这么快打得完 好了 记得跟实 风起龙城 欢迎你继续收听 风起龙城 作者 艺介 演播 蓝月蒙面俠 鬼池 第三百二十一章 路状 在街道上面 涉平安听着对港机里面的喊声 突然间停下脚步 冷静了一点了 在前面 苏天宇已经跑到行里面了 而他的那台车 也都斜斜地停在路边 晚上的风 阔阔声地吹过来 跑到成身东日寒的涉平安 突然间成身都起了鸡皮 死了 不对劳 不要向前追 我们快点回去 涉平安热血上涌那口气 这阵子全部都被拉拔得没了 因为苏天宇 只是在最开始 弄了两枪 然后就一直在那里走路 两条街都穿了过去 苏天宇依然没有要开片的意思 涉平安全身无管眼洞督企 再次摆了下手就叫了 破坏的街啊 不要追啊 去物质厂帮鬼 猛虹 在一条行里面 苏天宇贴着墙边向外面瞎了一眼 见到涉平安他们没再追过来 而且在那里集体向后退 苏天宇扯着脖子就叫了 涉平安 摆你儿子的时候 我摆了两三刀啊 他的骨头太硬了 连刀印都捡了 因为你过来啊 我们再讲当时的细节 涉平安握住拳头 更加坚持地叫了 赤啦 说话一说完 中人掉头就要跑回去了 苏天宇扯着头 看着对方的反应 无奈地检查了一下枪械 突然间飘出来就哭了 炮哥 冲伤他们 快点啊 喊声 传到整条街都听到了 一直在那儿等着的炮哥 突然间对着那天 弄了一枪 对楼他们 OK 说话一说完 苏天宇身边的行里面 杀时之间杀出来二十几人 直泊涉平安 而这阵时 对方就被两头地拉懵 已经就跑到根皮力尽了 而枪里面的子弹也剩得不多了 薛平安宁转头 掃了一眼四周围 一点都不犹豫了 我抱他家人 我估到他玩弄的了 杀啦 杀啦 不要碰他了 杀啦 鹏派的枪声 在街道上面响了起身 苏天宇冲了出去 追了大概有成百米远 连续弹落了两个人之后 也都没有追上 被马仔死死护着走路的舍平安 物资工厂那边才是关键 薛天宇咬上牙关 向后退了两步 对着炮哥又叫 你不用跟我走 一定要冲伤他们 薛家可能还有人没集合 只有薛平安走了 他们才抽不出手去工厂 炮哥对着薛天宇摇了头 薛天宇对着自己的车就入手了 过来过来 越野车飞速地开过来 薛天宇梦门上了车 对着余明圆就开了 薛家散了 去物资工厂 轰车踏着了 扬长而去 在街道上面 薛家的人 已经被炮哥带来的兄弟 冲到散了 三五成群地 向着那条行里就捐了 就在这阵子 薛天宇开着薛平安之前 坐着的那部车 车着大白他们 飞这么快就开过来 在车里面 大白的半个身 都从后座拌了出来 双手举着薛宝来的骨灰盒就叫 喂 你两斤多重的儿子 不要了吧 是不是不要先 不要 我扔掉他海藏 薛平安 猛然转回头 两只眼 死死地钉紧大白的那部车 要不要呀 喂 你出句声啊 喂 你说了我就给你了 我钉你个肺 薛平安拿着枪 就想冲出条行 回到街道了 旁边的马仔 死死地拉着他 走吧走吧 大哥 他都在惹你而已 不回头去的 不整死这几条人 我谁不为人啊 薛平安 激得全身猛地在那里震 面都青了 被马仔拉着 就跑向了条行的深处了 哎呀 算数了 海藏远得太远了 还是路藏了 大白见到薛平安 没冲出来 直接打开了个骨灰盒 一堆一堆地 拿着那些骨头粉 随风在那里潑了 这个大白 真是讲到做到 之前说过要潑骨灰的 这条人顶他 真的潑起身 在条行里面 薛平安气血上涌 脏得头都尺尺痛 他掩住胸口 几乎当场就要暈倒了 而在后面 炮哥他们成帮人 一路猛地追猛地跑 直接就将薛家的人马 全部切割 分散开了 在五分钟之后 薛平安被炮哥的兄弟追上 伸中一枪 跳了入户城河里面 消失不见了 又讲回下物资工厂的门口先 龟猛虹 吴子梁召集的六十几个 无命徒 已经集结在这里了 在路边的一部汽车里面 一个条颈上面 纹着太阳神套藤 戴着容线手套的中联 拿着枪就跑到平房前面 找到了吴子梁 和龟猛虹两个人 是不是直接动他 动他了 吴子梁直接摆了手 打进去 纹身男人得到同意之后 立刻轻转身 拿着对港机就叫了 吴子梁跟我听着 冲工厂 快 在路边 二十几部汽车里面 冲了下来 虚虚含含的马仔 直接就碰碎了大门的铁锁 急急脚就冲了进去 在路边 吴子梁看着桂猛虹就问了 其他高管 管事的 为什么还没到的 这帮人 真是个猴子 估计是要看看我们 可否打下来 他们才会过来逼供 桂猛虹 低头 掃了一眼手表 不用了 我再跟他们打个电话 估计那帮人 已经在附近了 十秒钟之后 物资工厂的大院里面 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老黑带着桂猛虹的人 正式跟这帮亡命徒 搏火了 桂猛虹 吴子梁这一边 人数是众多 而且都是常年游走 在边境线 做事的老雷工 这帮人落手很狼死 拍力也很足 吹库拉楼 吴子梁就打到宿舍楼里面 在宿舍楼里面 除了老黑带来的兄弟之外 就只得不到 二十人的贵家马仔 他们人数太少了 而且要守的地方太多 所以形势非常危急 基本上双方一碰面而已 一扭就被推了进来一大半 对方那些什么手楼弹 震爆弹等等辅助性武器 好像不花钱 疯狂地乱打 打到老黑他们疲于应付 在河内市区 一间公寓楼里面 在海上逃过一劫的桂猛军 这阵时正是坐在这里 遥控着全局 旁边一个年轻人吸断了电话之后 语气很急速地冲到桂猛军前面 物资公厂那边响了枪了 桂猛军面识很阴沉 而且很凝重 都有谁来了 才不知梁和桂猛熊的人 我们要不要动手 桂猛军摆了下手 不可以只是引到他们两个出来 还有很多大雨大虾 还没破头 再等多一会儿 桂猛军这阵时 是听到苏天狱的建议 他要凭借这一批 将屋棋里面彻底搞干净 老爷子还在那边 桂猛军看向那个年轻 这个也是老爷子的意思 我们就得一次机会 桂家如果不稳定 司令部那边也不会支持我们 那个年轻人听到 只能够慢慢地摁了头 桂猛军走实眉头 物资工厂那边 就交给苏天狱去做 我们就夹紧外围的长头草 还有泰家 与此同时 小青龙已经坐车进入了市区了 而且在第一时间 河内市警务总署 署长文来的电话 文处长 得不得闲 我请你喝个茶 好了 小青龙这边出手了 他代表的是华区司令部 那警务总署那边 又怎样应对呢 高层出手 记得不要走开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欢迎你继续收听 风起龙城 作者 艺介 演播 南越蒙面俠 鬼池 第三百二十二章 出生入死 只为碎银 底两 在河内市警务署大楼里面 文来急急脚地在这儿走着 面色很凝重就吩咐了 你们都不用紧着 我自己下去 那些筋帮抹了下头 将文来送到大楼正门口那儿 都停下脚步了 文来只是一支弓落了台阶 脚步极快地 来到了一部黑色的轿车旁边 扑开门就坐上去了 满面笑容 哦 梁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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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来处长 小青龙的表情很轻松的 插着对手就说了 我来何来办些公事 突然想起身 上次在酒局里说过 要请你喝茶的 哈哈 没打扰到你嘛 哦 哪里是话 哪里是话呢 那去海贸区了 那里有家茶楼不错的 现在也都营业着 啊 好啊 好啊 部车跟着就开走了 小青龙坐在宽厂的后排上面 浪起儿郎腿 顺口就问了 文来处长 真是公职人员的楷模 这么晚都还加班 啊 是 在河内政府呢 刚刚颁布了 海口贸易的新管制条令 搞到我 哎呀 一分钟都没空 两个人虽然表面上看 是在那儿谈着家常说话而已 但是实际上 句句都是试探和暗示 小青龙提到夜晚加班 其实就在那儿说 你这么晚都不回家 是不是在那儿监着今晚 频频发生的窗案啊 而文来处长的回答呢 迅速就是诈傻扮猛的 后面的走廊 而这里的窗声啊 比前面更为之激烈啊 在一间没开到灯的房里面 后面赶到来的小喜 蹲在墙的后面 小小声对着老黑就提醒了 后面 至少有七八个人 在那儿打着我这条线 还有啊 有人在外面向着二楼爬 我们守不了多久而已 老黑换了自动步枪的弹夹 发发声冲进房里面就说了 做得这一行 你跟谁说困难啊 守不住都要守 钱要拿 命都要保住 小喜就向外面 吹了两枪 老头子呢 他跟桂孟精 躲在一楼厕所里 暂时没事 老黑换着大气 用手腕 吹了一下额头那些汗 小小声吩咐了 你注意钢温弹药啊 外面那些枪声少了了 搞不好 他们要向里面冲啊 在光线非常之暗的走廊里面 桂孟行的七八名马仔 全部聚在后厅附近啊 其中带头的一个人呢 两只手捧着枪 摆了手招呼了 撑上广板 我们冲进去 仿佛了 不可以再给你们浪费时间了 说话一讲完 三个男人 撑开了用小型防暴盾 改良的铁盾 慢慢靠近了狼道了 大头那个人 吐了两口大气 立刻一摆手就开了 进去 说话一讲完 三个人立刻站起身 举着盾牌 护低身就向里面冲了 小气 老黑他们开始疯狂地掃射 对方卡在后厅掩体里面的人员呢 动作好爽手地抬起手臂 好准确地将几发震爆弹 顺着走廊 扔入了老黑等人所在的房间 冲冲冲 墙壁后面的三四个人 扔完震爆弹之后 立刻蜂拥着站起身 直接向着老黑他们所在的房间冲过来了 砰砰砰 在房里面震爆弹就炸开了 小气对眼被撑得暂时看不到东西了 他立刻退后狂叫 喂 我看不到了 不用放 不用放 他们想冲啊 老黑对眼也都被撑到了 但是他反应很快就喝了 拿煙霸弹 听到声声就拉 说话讲完 在屋里面的五个人 瞬间站在室里面的死角位 全部能低头正对着门口 在腰间拿出了煙霸弹 压实了拉环 在门口 小气在对眼一片迷蒙的情况之下 一边退后一边就向外围射击了 很快而已 对方拿着盾的人就冲了过来了 那些子弹打在钢板上面 吱起了咛咛的声响 对方带头的人叫了一声 顶进去 三个人握着盾 立刻就冲了进来了 在屋里面的死角位 老黑听到枪声 就在自己身前几米远的地方 响了之后 立刻就叫了 拉 均用烟雾弹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迅速地扩散 为什么非要等到对方进来才拉呢 因为你如果提前拉 那些烟雾一散出去 对方肯定就塞在门口打的了 根本就不会向里面冲 而老黑他们如果被人捕死在屋里面 那就只得死路一条的 只有现在拉着火 那才可以等对方 和自己在密闭空间里面欲绑 形成五五波的局面 杀时之间 屋里面烟雾声腾 对方冲进来的人 也都看不清楚老黑他们所在的位置 老黑这边五个人 对面有七个人 双方在一间不够三十平方的房间里面 展开了近距离 盲视野的薄火 急速的枪声 就好像炮掌那样在室里面响起 双方完全是凭这感觉在那里乱吐的 老黑手里面握住一把尼泊尔军刀 贴上对方两名扎盾老雷公的身体 开始疯狂的猛的捅 盲视野乱战啊 又血伤又残忍 在半分钟之后 烟雾慢慢扩散到变得有些稀疏了 而枪声也都慢慢停止了 老黑拿着刀爬出了间房 扯住条颈就叫了 他们 没有人啊 还站得起身的 急快出来 还要卡位啊 再过多几秒 小喜和另外一名贵家的后生 也都从地面爬回出来 而屋里面再都没有回应声了 老黑扶着地面站起身 不停地揪着眼 竖了两眼小喜 小喜伸中了四枪 胸口已经被完全打碎了 鼻子窿还向上涌着鲜血 老黑站起身 好像地獄般的房间门口 看着小喜 只是略眉弱了一下 小喜伸手扭着伤口 两只眼有点呆滞地望着老黑 千...千... 记发我家 我...我...我弟弟 就要考核了 说完 小黑狂吐了几口鲜血 头一歪 惨死了在门口了 这位几个钟头之前 还要将苏天宇荷包炸干的老雷公 就这样就一命污呼了 做这一行呢 一脚是吞着成群成群的现金 而另外一只脚 也是踩着黄泉路的 这一点 不管是对于涉家的人来说 还是对于苏天宇的人来说 都是一样的 老黑看了一眼小喜 胡低伸直接将他的尸 拔回入房 我的提成 给一半你 一分钟之后 老黑成身都是血地跑回走廊 继续在那里喊了 总有没有可以吐气的 保护后面走廊的位 铺他的界 从一回合对不起我 我就要赚下个三十万 在汽车上面 小青龙静了一阵 突然之间就笑着问 有件事我挺好奇的 啊 什么事呢 小青龙突然目光阴沉地钉索他 贵盲军单案 查得怎样了 闻来即时耗晒 而与此同时 华区西南战区司令部警卫旅的人 坐车到达了何内了 看来华区这边有大动作了 那下一集 这个天平会不会有些倾斜呢 不要走开 继续追着来听 看来华区西南战区